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则究竟是真的是原则吗 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偏见呢 这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这是你自己的性格 就是对任何的事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自己的做法 任何人跟你建议 跟你商量 你都不容易接受 甚至于你会伤害人 因为你要坚持原则 实际上不是原则 而这是你自己的偏见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而跟人家不一样 你不愿意听一听人家的意见 也不愿意为人家设想一下 而这是晓得你自己 你自己 这就是我自己 这是很大很大的一种 我们的一种知足 认为自己的考虑 自己的做法 自己的想法 是最正常的 而最正确的 任何人 要给你建议 或者是要改变你 永远不容易改变 像这种 叫执着 而不是坚持原则 所谓坚持原则的意思 是 是对于其他的人 多是能够可以接受的 甚至于现在的人可以接受 那未来的人也可以接受 那过去曾经也被人家接受过 这个叫做原则 还有呢 一个做人有做人的原则 做事有做事的原则 做人的原则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保护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 可是你不要伤害他人 你顿重自己 你也要顿重他人 你自己得到利益 也希望人家也得到利益 这个是互利的立场 那这个就是 这个原则是对的 如果你坚持原则 老是为自私而坚持 为了少数的人而坚持你的想法和做法 那为了一时间你自己方便而坚持 这不是坚持原则 这都是偏见的 就是执着的 那当一个人自以为是坚持原则的时候 他有什么方法来可以分辨说 他坚持的到底是原则呢 还是偏见 如果自己知道是偏见 是原则 那我相信他会放弃他的这个偏见 而去来掌握原则 多半的人不知道 多半的人不是自善固执 而支出他自己的偏见为原则 那如何的让他知道呢 去看一看其他的人感觉怎么样 你做一样事情做完 正在进行中 或者做完之后 看看其他的人的反应如何 其他人的很愉快 那表示说你这个原则是对的 但是呢 多数的人很痛苦 甚至于每一个人都觉得很痛苦 只有你觉得你自己的原则是对的 那这个原则是偏见 那不是大家的这个共同的 所以大家的共同的 或者多数人的这个想法 或这个意愿的话 那就是原则 原则并没有一定的 原则也可以因时间 因这个趋有环境啊 而有所改变的啊 但是呢 唯一的这个不便的就是说 对人 对己都很愉快 大家很愿意接受 那应该这个应该是个原则 是 我们知道这个佛法里面 常常提到我执 那么执着 是不是 我执是不是就是一种执着 或者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什么意图 我执着 我执着 我执着是同一个东西的 执着是我在执着 那 那就是我执着 因此 如果放下了这个自我的中心之外呢 执着是不存在的 我放下自我中心 那任何事情都看得很开 看得很淡 能够放得下 而且呢 能够包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 那当然自然而言没有执着了 执着的原因就是我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是 那么自我中心的这种我执 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影响 或者是烦恼呢 那太多了 你自我意识太重 自我的中心太强 一定是 灵脚很多 处处都是灵脚 处处啊 都是啊 这个尖锐的 这个 你的性格 或者是 你的想法 你的坚持 那就是 不会 不圆容 所以做人呢 有些往往 有人说 我们要 要 要这个什么 内方 外圆 直接内方 就是圆着 外圆呢 可以不要伤人 直接内方 也就是说 直接一定有一个尺寸 一定啊 要 做一个 人是怎么做法 可是呢 需要 变通的时候 你不要 真意 而不变了 不能够 射骨 而不化了 一定啊 要 要 有一些方便的 这个善巧的 技巧 或者是呢 短一个腕 或者是呢 讲话的时候 不是那么 锐利 那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会让人家感觉上 你这个人 哇 跟你相处 跟你谈话 都会受伤 嗯 嗯 内方外圆 也许是 画出我之的方法之一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 欢迎你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国法的智慧